在病床上迅速铺好消毒过的枕头棉被 护理人员忙进忙出 眼看流感重症大增 医院病床需求急迫 急诊发烧筛检阵也出动备战 流感大爆发 就连在医院的发烧筛检阵 也多设病床来应急 但卫福部声称全台医院 还有1000多的家户病房可因应 真的是可用病床吗 实际上各大医学中心几乎一床难求 根据平面媒体统计 光是一号晚间林口和高雄长庚 还在等待病床的患者分别就超过百人 就连台大也有87人 让医师气得跳出来痛批 新生儿的家户病房 他不能收治成人 有一些可能是感染不适合进去的 比方说烧伤的病房 台大急诊医师强调流感重症 容易引发呼吸困难 血氧浓度不足 必须用液克膜抢救 一般家户病房设备不足 根本难以应急 就算勉强挤出空床 也面临医护人员吃紧的情况 住到一些 本来不是收治流感的病人的病房去 那这样子的话 也有一些病人的 可能开刀就受到延迟 可能我们只能跟病人解释说 他可以等一下 让这个病人能够接受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 非常灾难的事件 近来还出现为了抢病床 患者家属上演全五行 台湾急诊医学会 第一线医护人员二号 更前往卫福部 要求公权力介入 改善转诊机制 解决病床不足的窘境 记者正人宗 李文科台北报道